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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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倒霉的时候 总是会远过天的 为什么天这样对我 我非这天很恨我 其实大度无所偏爱 对万物也无所喜悟 又怎么说特别恨某一个人 要它行衰运 不過世界的局勢 也不會因為人的起戶有所改變 就好像近幾年 香港的物價 並沒有因為香港人的怨氣而減低 就連一些傳統的手工藝 都因為人工成本而要被迫轉型 環境不斷地改變 不過只要那份人情未不變 世間仍然是美好的 說的是坐落在灣仔的一間八年齋店 它創辦在1905年 來到今時今日 已經經歷了過八個寒暑 傳至第二代傳人 彭任君在二十年前 從爺爺手裡接過這一盤生意 他很努力地在傳統齋菜上 不斷推陳出身 也很努力去保留一份傳統的味道 為其他人保存一份集體回憶 彭任君記得 有一位媳婦特地搭迪斯尼亞三次 就是為了買蘇角給他奶奶吃 不過三次都是撲空 彭任君知道之後 就特地為他訂造蘇角 因為他知道老人家 吃一口蘇角 喝一口茶 已經是最好的享受了 難得師傅還可以做 就要繼續做 彭任君還為了街坊 在農曆新年期間 可以吃到齋菜 就算出三工 給師傅和伙計都無所謂 彭先生說 做街坊生意 又怎可以這麼根根計較 根根計較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負面的形容詞 不過對很多人來說 或者是他們的生存之道 尤其是一個生存壓力 越來越大的城市裏面 或者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 你會發現有更多東西 比我們眼前的利益 更加值得我們在乎 要保存一份傳統的手藝 一份百年糕餅的集體回憶 這種快樂 並不是一個根根計較的心 可以去得到的